大家好 我是艾菲尔 问题播报2月5号到2月11号的一周星座运势 那么这一周特别重要的原因是因为 这一周有除夕以及大年初一都在这一周发生了 所以老师跟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 拜一个早年祝你龙年大发财 好运龙喜利 那么来了解本周的星座运势之前 我们先关心一下农历年前的这一周的 天空当中的行星出现哪些变化 那么这一周太阳跟水星是落在水瓶座天空当中 所以它给你的一个运势的能量 代表说你要启动你转变的心智 转变的心智代表是说过年了 当然会希望新的一年有一些全新的一些发展 想要求新求变 这一周可以开始规划一整年的一个运势的计划 那么另外火星 冥王星和像在水瓶座的天空当中 火星跟冥王星的和像 它代表的是说会有一些烫伤烧伤或刀伤的问题 那么在农历年前每一个人都要寻求心情的平静 以及生活的平稳 那么由于心像不佳 所以大家在采买年货 出门逛街购物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那么很多婆婆妈妈在这一周开始准备年菜 也要注意不要刀伤或被烫伤了 那么另外火星跟金星在摩羯座的天空当中 这个心像还不错 那么火星跟金星的和像代表是说 这个周大家想要求财 求桃花的欲望会非常强烈 可能还没有等到农历除夕大年的时候 就想要到寺庙去祈愿 求得桃花运或求得金钱运 这都非常好 那么这周还有一个星像是土星跟海王星的 如果在双宇座的天空当中 这一周的星像 这个角度跟上一周是一样的 也是我们心灵的平静 那么木星跟天王星在金牛座的代表说 股市当中会有波动 那么很快要迎来这个年前的 一个风光的部分 请大家注意一下你的股票指数 那么如果获利的话 就可以入带为安 那么了解到天空当中的一个星像以后 我们来关心到这一周 十二星座的不获急修 那么再次跟大家提醒 这个周的二月九号是除夕 二月十号是初一 那我们就来关心过年的十二星座运势 母羊座朋友在过年期间 要注意安全 小心不要被烫伤了 金牛座朋友在过年前期会广发红包 可以干嘛呢 广结善缘 多付出一定会收获更多的幸福 双子座朋友在春节期间 新春拜年喜从天降 所以双子座朋友在过年期间 不管你心情怎么样 一定要去跟你的身边朋友家人 或同事邻居来做一个拜年的动作 可以启动生活好运气 那么巨蟹座朋友来讲非常好 是新春旅游 寺庙可以求财祈福 所以巨蟹座朋友 这个过年期间到财神庙走走准没有错 那么四座朋友 是新春是走偏财运 可以乐透偏财好运气 鼓励我们四座朋友 春节期间一定要去买张彩券 试试手气 呱呱乐 也可以幸运中奖 处女座朋友 这个过年一定要返家团圆 跟父母团聚在一起 团圆吃个团圆饭 心情也会好 运气也会好 所以还在犹豫要不要返向过年的 处女座朋友提醒你 一定要返向过年 天明座朋友 建议你过年期间买个福袋 百货公司福袋抽大奖 你是幸运儿 不要忘了 这个财神也在找你 所以天明座朋友 这个福袋可以试试手气 天蝎座朋友 是新春团圆 家庭非常和乐 那么尤其是 这个远在国外他乡的 天蝎座朋友 如果你已经有三年四年 没有返家团圆探亲的话 我们提醒我们天蝎座朋友 这个春节一定要买张机票 或者是不远千里 回家来团圆探亲 对你来讲运气会非常好 因为天蝎座在过年期间 就是家庭和乐的运气 特别强烈 射手座朋友 是春节的旅游 愉快又开心 也许你在过年前 已经买了机票 那么这个春节 你是一个旅游的春节 那么摩羯座朋友 是新春桃花 会非常的顺利 那么新桃花 新恋爱 会在农历前 就会浮出水面 水瓶座朋友 恭喜你 迎来你的水瓶座的事代 是靓丽的新春 好运不断 那么双鱼座朋友 是寺庙走春 心情可以平安 以上就是本周的新座运势 给你做参考